我们听话 听佛的话 听经典的话 一教奉行 母就不能来干扰 这烦恼吸气是母 烦恼母 我们的心才能定得下来 心真的得定 就是三位吸气 一般也不要很长时间 二三年 一得三位了 三位要能够累积 肯定可止 我第一念 行是定的 第二念 行也是定的 第三念 行也是定的 灭力 将心止于一处 就生之后 佛祖 清净万论 处处知归 不是他有什么过错 我们看不出来 为什么看不出来 糊涂 没事 没定功 甚至 甚至展开进去 不耐烦 这种人 这种人 难度我 劝他放下 他放不下 求知欲望 求知欲望 很强 他怎么困不下 而说圣仙人 叫他 一门 他怀疑 没有一个好的例子 一门 人生如常识宣秀的 结果 他看到 他没看到 难以相信 这一句话 把他的前途断送掉 他不相信 所以学东西 漫游无私之通的 都是向老师 请教 学习奠定基础 往后 不过是 真经营 其二不许 可以超过老师 这就是一言语所说的 清除于懒 而胜于懒 一来更美 全从 真诚恭敬当中来的 这个不能不知道 和胜于懒 真诚恭敬当中来的 最后 一句话